说向上最好啊 就就把这嘴得练好了 那是全帐的说吗 早晨起来啊 用用功有积训 积训 积训 基本训练 那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另外得说 嘴的舌头得练 那是啊 唇齿牙喉舌 全得练 因为你说话嘛 他用需要嘴啊 是啊 口腔得利喽 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 一个字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也不许罗嗦 可谁也免不掉罗嗦是吧 罗嗦 罗嗦 罗嗦这是最大的毛病 哦 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练绕口令 诶 练练嘴 练练嘴 您看那那那 我们那个马尊分同志 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 总唱那六十六岁留老六啊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先唱四遍 我们都做早操 他不去 唱什么呀 他唱绕口令 哦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中 这叫口腔体操 啊 这嘴也练体操啊 诶 这这也练 诶 嘴的嘴好 是啊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对 口音要正 诶 最好啊就是 普通话 普通话 说普通话 哦 大家都听得懂 是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诶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 什么是 你爹了 嗯 撒鸭子了 嗯 闹了 嗯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哦 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 啊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 这不是得了吗 你把它吃了 啊吃了 我很多名词形容 嗯 吃了 还有什么名词 你把它摻了 摻了 摻原来是文言的 嗯 可哥在这儿它算图语 哦 这这算两用的 嗯 你把它摻了 摻了 你把它看了 哦 你把它开了 开了 还有你把它捋了 开 再 再多用一字 你把它点不了 这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图语 哦图语 嗯 说北京话你说图语不行 那是啊 你非得说普通话 对 现在提成说普通话 是啊 今后说话都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对 嗯 说北京话别说图语就是普通话 哦 现在人都都学北京话 是啊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嗯 因为什么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那倒是啊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嗯 这两个人 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哦 怎么拎 怎么拎 嗯 这东西我我买一个多少钱 拎金多少钱 拎 这拎字我找不着 后来我研究是个论子 哦 论 论 论金腰 是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 是弟兄啊 还是叔伯怎么论 哦 是不是 嗯 过去也 也有过这样 说让人哪都小 那叫 叫什么 叫国语啊 啊 国语 国语 就没推开 啊 有很多人提上学国语 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啊 国语呢 那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就不就说国语吗 哦 一说话热味 好了好了 我已经知道你的心里 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啊 这叫叫国语啊 是的 是的 我已经知道了 好了好了 我们俩一刀走好了 就这不是 啊 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哎 据说他们的就是北京话 是啊 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哎 这就叫北京话 嗯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哦 北京话的不是这味 是啊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呢 多别扭啊 啊 北京话的有特点 说的流利说的快 哦 你给我接上你听那北京话 三毛 哪儿呀 东四 五毛 三毛 四毛吧多了不要 站住 拉了 得 哈哈 这话说的干脆呀 干脆吗 琉璃 是吗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呢 马路上你瞧这别扭不别扭 哦 走街上都那路北京话 呃 我真的感激你了 哈哈 车有什么感激的 你要到哪儿去 呃 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嗯 哦 东四牌楼 哈哈 东四牌楼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哈哈 我住家就在那里 是啊 哦 你给八毛钱好喽 不 我只给你三毛钱好喽 呃 你自己考虑一下 不 先生 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 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哦 好 好 紧